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有效推动 相关议题 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 国家政策研究机会 高级助理研究员 曾志超 曾研究员 分析周明 研究员您好 大家好 研究员 先请您帮我们说明一下 就是台湾推动 设立自由经济计判区 主要的目的何在呢 台湾其实跟其他国家 有一些状况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现在为什么在全球 在自由化的这个趋势 会如此的热络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在过去 我们推动自由化 是透过WT 就是世界贸易组织来推动 但是因为这个多边的谈判 是进度过于缓慢 所以大家都等不及了 所以各国之间的这个FTA 就是自由贸易区域 或者是区域 自由贸易区的潮流 就越来越兴盛 但是台湾因为 有一些政治上的考量 或者是其他的因素 我们在于FTA 或者是加入区域的自由 经济区域的情况并不好 并不是很理想 所以我们为了要提升 我们另一波的一个 经济动能的话 有必要调化 我们的经济自由化的部分 所以政府在2013年的时候 就开始规划 自由经济示范区的制度出来 所以现在就是在 立法院审定的阶段中 林律元 自由经济示范区 目前政府有规划 哪些重点的产业呢 关于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政府现在主要有五个范围 第一个是智慧物流 第二个是国际健康 以及农业价值金融服务 以及最后一个是教育创新 那我分别就这五项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第一个是智慧物流的部分 由于台湾在这个区域方面 是拥有一个非常独厚的优势 也就是说 以我们中正机场 也就是现在桃源机场为例的话 它到全亚洲的这个区域 各个主要城市的距离 是所有亚洲城市里面最短的 所以这种优势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早期在 我们看到那个美国的联邦快递 也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一个快递组织之一 它就在台湾设立一个亚洲的中心 但是很不幸的 就是因为我们在开放程度 在台湾 所以我们跟大陆这方面的 一些互动是比较不理想的 所以在最后它是撤出的 那我们现在是因为说 我们在科技产业这方面 是非常发达的物流也相当的规模 所以我们如果融合这两个的好处 也就是说 把电子产业的技术 能力运用到物流产业上面的话 我们这个效应应该是值得期待的 就是说我们目前是透过 基隆港 台北港 台中港 高雄港 苏澳港 安平港 以及桃源国际机场 这个六海一空的 这个自由港区为核心 跟附近的厂区做连结 搭配官物创新的制度 也就是说我们去简化一些 审核的一些程序 达到前天后场的模式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能够很快的去缩短 这个过去我们的那个行政流程 以及效率 加速商品的流通速度 达到说我们物流的效果 这是第一个部分 有关于智慧物流的话 您说我们台湾有ICT 原本这个优势 它在结合物流上的话 您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怎么样它可以让整个速度更快 或效率更好呢 就是说原则上 我们在物流上面的话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那个科技化 就是说它用一个RFID的方式 它直接追踪 它当它在静观 在报官的时候 它透过这个审核 它就马上知道了 这个物品的数量 以及它的内容物 那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直接用电子感应 无线射频这个技术 就可以知道说 怎么样的流程 在审核的时候 它会发生错误的可能性 大幅降低 是 好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是国际健康 这个部分的话 是怎么样的规划呢 大家都知道说台湾的健保制度 可以说是全世界花最少的钱 然后达到最大的效果 也就是说我们用很少的钱 就能够把我们的很多的医药 医病的那个范围 都已经涵盖在了里面 所以在台湾的这个医疗产业 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那在这方面的话 由于过去台湾的医疗 受限于只能从事 非盈利性的这个组织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 现在大型医院 都是用裁判发展方式 那再加上说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卫福部的统计 2012年的话 一连这个全球医疗市场 大概有700万人的这个需求 一连大概有 400到600亿美元的这个商机 2013年的统计就可以看到 它大概有两成以上的成长幅度 所以各国都要抢这一块市场 如果说我们台湾 可以利用我们本身的 这个医疗的优势的话 然后加强这方面的话 吸引大量的观光人潮来台湾 一方面又是来这边观光 一方面又可以做医疗 的话这个是非常的惊人的 那么现在只做到一个部分 就是在这个国际机场里面 设立一个国际医疗服务中心 也就是它只是做一个推介的工作 或者是做一个就业咨询 这个其实效果还相当有限 所以未来的话 如果说按照政府的规划的话 它会推动一个国际健康产业园区 在里面园区里面 它会有一个专门的机构 以及一个研发的单位 还有一些重症医疗的这些医疗 生机药品福建养生 种种的也是未来非常大的一个商机 至于农业价值的部分的话 是做什么样的规划呢 大家都知道说台湾的水果是世界有名的 也就是说台湾的农民透过改良的方式 让水果又大又便宜又好吃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 我们现在虽然有不少的水果 比如像芒果外销到日本去 那个价值都还不错 但是这个仅仅也只是只有生鲜产品 但是因为这一类的商品的话 它有一些风险存在 比如说台湾的气候因素 或者是说它的保存器械的关系 导致说它的附加价值偏低 所以政府就想到这一块 就是说我们透过农业价值 也就是把现在这个农产品型的农业 转成新产业链的农业值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运用国外充足 以及低价原料 再加上我们国内的一个气座的优势的话 把两个结合起来 来提升农产品的那个附加价值 但是这个必须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掌握 这个原产地的这个原则 避免说到时候我们的产品 因为部分的一个厂商 它滥用国外的一个原料 把整个台湾的这农产品的招牌打坏了 所以要做好规划 要有把关跟相关的配套做事 那至于另外一个产业是金融服务 这边是做什么规划呢 这个金融服务跟其他几个最大不同的 在于说它的那个范围是整个全台湾的 跟一般的它是划定去是不太一样的 那在这边的基本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我国在金融产业里面 其实比如像银行 数量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它的产品其实很类一统的 就是这个统治性很高 再加上说它的那个经营的范围 几乎都是以国人为主 还有就是在军广会 在这方面的管理也是非常非常严格 导致说我们的金融服务发展受限 所以这次我们就想要透过这个虚拟经卖的概念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银行国际金融业务份 以及券商国际证券的分公司 就是OSU的这两个方式 来达到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产品推销到海外 而且可以透过这个产品的创新 而不受限于本来的这些管制的一个模式 来达到说增加它们的范围 以及它的一些商品的一个扩大的一个效果 那最后一个教育创新产业 是做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呢 大家都知道说台湾的这些大学 在这年来它的数量非常多 那在导致化情况下 导致说很多学校都招生不易 所以在这方面的教育 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台湾在这方面其实是蛮有优势 也就是说台湾的一般的教育水准 其实蛮高的 再加上说它的师资水准 也都是相当的国际化 如果说让这样子的教育产业就消失了 其实对整个台湾的发展是不利的 尤其台湾它在一些特定产业里面 它是非常有优势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吸引到这些人来台湾 能够就读或者是来台湾发展 教育产业的话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所以现在他们的规划就是说 我们希望跳出现在教育框架 跟国外的知名大学在台湾设立一个分校 或者是用比较不是我们传统的一些教育的体制 来扯一些实验性质的学校 广设不同的学位来谈 遭受这些国际学生 这也是非常值得 我们可以看到蛮有前景的 尤其台湾对于华人的吸引力是很特殊的 比如说像我们在音乐 比如说我们是在半导体 这方面的技术是领先全球的 如果说我们把这方面能够引进来的话 对教育的创新也是蛮有帮助的 是 刚刚研究我们帮我们分析了 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规划一些重点产业 研究您可以举一些例子 就是说这些规划重点产业 它未来可能会对台湾经济带来相关效益是什么呢 从这整个看起来 我们都知道说这些产业都是蛮有帮助的 然后因为这个太多 我就是简单的介绍两个 它的预期的效益 其中就是以金融服务员来讲的话 根据我们政府的规划的话 如果我们能够把财富管理 以及资产管理这一方面能够扩大的话 渴望能够吸引海外的资金回流 根据政府估计的话 它是认为说每年就可以吸引到台币 两百八十一到四百二十亿的资金回流 如果是按照去年的规划的话 如果在今年初开始施行的话 就可以增聘到增加这两万人的工作机会 所以这不但在产职一级 对我们的就业都很有帮助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可以举一个国际健康的例子 这个我引用的数据是由中经院所预估的一个资料 他认为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医疗园区这方面 能够完成的话 到2016年的话 对于这个相关的官联产业的效益 也可以达到387亿元这么高 那对于我们的医疗以及观光的产业 这个更是惊人 所以相关的一些效益都会渐渐显出了 因为我们政府推动资金区 也引发了各界广泛讨论 有很赞成的 但也有一些有疑虑的政府在推动上 还有跟民众做沟通上的话 你有什么的一些建议呢 现在最麻烦的问题就是我们只要涉及到 有跟对岸有关的 几乎都被反对党所反对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状态 然后政府为了要解套的话 他也召开了国事会议 经贸国事会议 但是由于反对党在这方面的参与的意愿并不高 老实说这个变成没有很实质的一个讨论 也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透过这种方式达到我们国家的利益的最大化 这方面是很可惜的 那我也只能说在政府能够继续在这方面跟民众做沟通 因为如果按照现在反对党的方式 他几乎要把所有的那个 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的多数的那个规划全部删掉 如果这样子的话一点都不自由的话 那我们推动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所以我也是希望就是说 不管是政府在这方面是多沟通 然后反对党也多多为台湾的整个前途来着想 不要为反对而反对 这整体来讲的话 对台湾的长远利益是非常令人隐忧的 多沟通加紧的讨论 为台湾的经济寻找一条正确发展的道路 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 国家政策研究经济会的高级主义研究员 曾志超正研究员 针对相关议题我们做详细的分析说明 非常谢谢研究员接送访问 谢谢您